我们能否为500年的殖民史送中 取决于这20年 我们做的对不对 如果做的对 500年的殖民史 将在20年后 是2045年结束 天下大乱未来可期 这是并非戏言 关于外部性的问题 我想我们先做一点理论的铺垫 其实已经说过N次了 但我还是想再说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一直在强调新殖民主义 就是我们将殖民主义 初步划分为三段 会不会有第四段 现在我不好说 三段就是从格伦布发现新大陆 大概500年前古典殖民时期 一直到印度 英国占领印度 爆发印度战争 这段时间 古典 占领印度 一直到1945年 是现代殖民 现代殖民这个概念 是马克思给的 我一直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分歧 就是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第25章 它有一章节 专门谈现代殖民 然后1945年到现在 我们管它叫新殖民 新殖民时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政治学的特点和经济学的特点 就是以前的古典殖民和现代殖民 甚至包括日本俄罗斯都从被殖民者又变成了殖民者 而新殖民主义它很特别 因为它是建基于资本殖民 而这个资本殖民又非常依赖于美元 是非常狭窄的一个范畴 所以新的殖民者是以美元资本为代表的特殊的资本利益集团 它是不是以国家形式存在呢 有时候是 并非完全是 它是以一个特殊的集团形式存在 有时候它依托于国家来行使这个殖民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被殖民者发生的本质的变化 以前殖民是对未开发国家和地区的殖民 新殖民侧重点已由未开发国家和地区走向了已开发国家和地区 所以新的被殖民的地方包括了传统的古典时期和现代殖民时期的殖民者 再次被新殖民主义者殖民 不要认为日本 俄罗斯 甚至包括南韩 他们是殖民者的一部分 他们大部分是被殖民的一部分 我为什么一再强调新殖民主义的理论建构和结构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我国对国际政治的深刻理解 涉及到我国如何处理外交 因为 因为 毛泽东在构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 可能内心的深处已经意识到 只不过他未必用新殖民主义这样的理论来做陈述 实际上被新殖民主义压迫的新的被殖民者 是中国未来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 要好好的思考的 或者是联合的 或者是依靠的重要的力量 其中像日本和俄罗斯具有经典的代表性 俄罗斯的问题我们处理的不错 日本的问题呢 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特别是处理整个的东亚问题 包括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如你对新殖民主义的理论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那么这个理论里边包含的内涵 其实包含了政治学的原理 经济学原理 社会学的原理等等 但我今天强调的重点不在政治上面 我想谈新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 我们能否为500年的殖民史送终 取决于这20年 我们做的对不对 如果做的对 500年的殖民史将在2045年结束 1945年到2045年是100年 就历史性的结束 1945年到197年是新殖民主义的成型期 1972年到1991年是高潮期 1992年到去年算衰落期 衰而未死 天下大乱是因为新殖民主义 他对旧有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无法维持了 遍地封烟 不管是地缘政治的封烟 还是经济造反的封烟 遍地封烟 新殖民主义进入到最后阶段了 南方为什么是南方 南方为什么是这个现状 我们到底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大家好 我是温铁军 我们准备了一个很重要的系列课程 统称为叫做南方世界观 希望大家适当地集中点精力 能够跟我们一起 把这五讲二十四节的课上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